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共痛恨郭台銘 詛咒八個字 大動作調查富士康 中飛船艦兩度碰撞 非公布畫面怒接傷勢 不止航母 美軍中東增派薩德愛國者系統 首批援助物資開進加薩 不含燃料 美制裁中共芯片是在演戲 日媒驚爆一大破口 出乎意料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副頻道 今天是美國時間10月22號 星期天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右下方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共痛恨郭台銘 詛咒八個字 大動作調查富士康 中共官媒報導 蘋果主要供應商 全球500強企業富士康位於廣東和江蘇的辦公室 最近受到中國稅務部門的稅務急查 中共官方隨便說明調查原有 不過該報導引述中國學者說 臺資企業應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發揮積極作用 富士康創始人臺灣鴻海集團的創辦人郭台銘 正以獨立參選方式角逐2024臺灣總統大位 對於郭台銘參選 使泛藍陣營分裂 可能有利於臺灣民進黨選情 對於此次查稅 郭台銘辦公室表示 由鴻海方面回應 鴻海則向臺灣媒體表示 還在瞭解狀況 配合調查 沒有對外聲明稿 在郭台銘堅持投入總統大選後 8月底 中國國台辦主任宋濤 特別陪同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 前往參訪郭台銘賭信的山西運城關帝廟 再來到劉備 關羽 張飛 當年結議的誓詞《結議圖石碑》前 宋濤還刻意念出碑文上最後兩句 背意忘恩 天人共祿 天人共祿示意 人神共憤 天誅地滅 阿波羅網首席評論員王篤若點評 共產黨本來是無神論者 現在卻擺出這樣一副嘴臉 共產黨忠義喜歡國民黨候選人侯友宜勝選 郭台銘的競選主張和國民黨的狠像 他來競選就分了國民黨選票 中飛艦船兩度碰撞 非公布畫面怒接傷勢 中飛人愛礁衝突持續上演 中共海警局22日宣布阻攔菲律賓向人愛礁坐貪軍艦運送物資的船隻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菲律賓頻道 菲律賓電視網ABSCBN 《每日詢問報》報導 西菲律賓海國家工作小組發布聲明表示 22日上午 中共海警船5203艦對前往西菲律賓海愛遊銀郊馬德雷山號登陸艦執行力型輪替補給的補給船 優納紮5月2日進行危險攔阻 導致海警船與菲律賓補給船相撞 聲明指出 除此之外 在同一起補給任務中 中國海上民兵船00003號撞上菲律賓海岸防衛隊船隻M22V4409的左銜側 菲律賓當局稱 碰撞導致飛國海岸防衛隊船隻被撞到凹陷 補給船則被撞斷後裝 聲明批評 中國海警船的挑釁不負責任和非法行動 危害了尤納紮5月2日補給船上機組人員的安全 聲明補充 第二艘補給船成功到達擱淺的馬德雷號艦 為駐守在那裡的軍隊和人員提供補給 並表示已侵犯菲律賓主權 不止航母 美軍中東增派薩德愛國者系統 阿波羅網唯一官方推號22日發文說 五角大樓突發新聞 美國將部署更多部隊應對伊朗 美國國防部長宣布增加美軍在地中海地區的部署 以應對伊朗最近的升級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還命令艾森豪威爾號航空母艦前往中央司令部作戰區域 即做好戰鬥準備 他進一步表示 他將繼續評估美軍在中東的部署 並考慮在必要時部署額外的能力 新頭革綜合外媒報導 奧斯汀21日通過聲明稿稱 在與拜登針對伊朗及其代理勢力在中東地區的情勢升級進行詳細討論之後 今天我只是一系列額外措施 進一步加強國防部在當地的軍事存在 強化區域威懾 增加對該地區美軍的保護 協助以色列防禦 奧斯汀透露 他還向該區域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 並增派愛國者營 加強對美軍的保護 薩德與愛國者系統均為防空系統 可擊落短程 中程 遠程飛彈 首批援助物資開進加薩 不含燃料 以巴戰爭以來 首支載運援助物資的車隊在美國要求下 以色列同意22日通過埃及與加薩走廊的拉法邊界關卡 使入遭圍困的加薩走廊 這些物資包括藥物 食物 水 但不含燃料 卡車過關後 這個埃及關卡旋即關閉 美國制裁中共芯片是在演戲 日媒驚爆一大破口 出乎意外 根據日經亞洲報導 Semi-Analysis分析師迪倫·帕特爾表示 美國只允許各種設備公司在獲得許可證的狀況下賣產品 它直指美國發放許可證就像發放糖果一樣 值得關注的是 大陸仍是美國芯片設備製造商銷售的首選市場 全球三大半導體設備製造商柯林研發的大陸收入仍持續成長 約佔7月至9月銷售額的48% 比上一季的26%還高 美商柯磊在4月至6月這個季度也約有30%的營收來自大陸 此外 中共也正在通過空殼公司 走私和利用舊機器等手段 繞過美國遏制其芯片野心的企圖 消息人士稱 美國的管制也有弱點 像是華為最近在5G領域有所突破 這家大陸科技巨頭仍然蓬勃發展 報導提到 荷蘭和日本的芯片出口管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生效 在此期間 大陸企業大舉購買了他們需要的任何東西 而美國最新芯片管制要到11月17日才會生效 這意味著大陸企業再次有機會提前下訂單 備好庫存 這有助於緩解大陸芯片產業受到出口管制最嚴重的影響 至少在短期內是如此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按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讚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拍攝請您的支持 我們不能夠解決